我作为经济学者 正好参加这个会呢 咱们也讨论讨论经济问题 首先一个呢 我想讲啊 中国的经济 我们到底怎么样啊 现在可能大家呢 有很多的渠道啊 很多的资料 现在都可以看到 对中国经济呢 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 但是呢 因为我是 我是长期坚持 看那个CGTV的那个新闻联播啊 所以呢 这个新闻联播呢 你就看啊 他怎么讲 他说中国的经济啊 现在呢 是各地政府都在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 在抓经济保民生 这个呢 是现在的一个主题啊 另外一个呢 谈到中国经济呢 现在面临的困难呢 他在讲呢 中国经济任性十足 内生动力十足 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稳中求进 另外呢 讲到投资呢 就是强劲 中央和地方啊 国企和民企啊 外商的投资啊 都是很强劲 实际利用外资在不断的增长 另外谈到进出口 进出口形式呢 现在看好 一带一路呢 现在已经十年了 马上要开这个十年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纪念活动了 然后呢 现在又签了一个这个RCEP 这个RCEP呢 在不断的扩大 中国的这个朋友圈的扩大 所以经济呢 要向好 另外呢 消费火爆 这个像现在呢 东北振兴啊 各大经济圈啊 包括这回的刚刚 这个现在正在结束的 当中啊 刚结束的这个十一和这个中秋这个双节出行人数呢 又创了历史新高 然后成倍的增长 当然这里头都有很多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 然后呢 就是接着呢 就是你要看新闻联播里头 每天都是后边有一段都叫什么 叫多国人士评论 要么是评论习主席的这个思想 有多么能够有指导意义 另外一个呢 要么呢 就看呢 多国人士呢 来评论呢 中国的经济呢 如何稳中向好 稳中求进 然后接着呢 就是这个批驳啊 现在中国经济崩溃论 他们像我这种人都是被他们定义为这个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这个 其实我从来没讲的崩溃啊 当然呢 说呢 中国经济呢 是即使中国经济不如预期 这是这几天的调子 也比西方美西方强得多 我们现在再查哈 也比美西方强得多 我们现在考赖也能 不是不是 现在经济发展的这个 这个增长率啊 GDP增长率 现在怎么着 说今年啊 达到五左右 还是可以完成的 明年呢 达到四左右 也是可以完成的 后年呢 达到三左右 但是你看美国现在多少 美国今年 今年是 就是去年是比较不错的 是超过了五 但是日本现在是非常的好 日本非常好 但是在过去的 失去的三十年当中 日本的经济呢 一直在零左右 一直在零左右 所以呢 他就讲啊 他说我就即使是 现在这么不好 也比美西方好 对吧 也比美西方好 当然我们这个 我们就不具体去分析了哈 但是真实的中国的形式 是什么哈 第一个呢 就一到七月份的经济数据啊 实际上是非常不好 实际上非常不好 就即使这个国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啊 也不好 但是八月份呢 八月份呢 有几个数据呢 有一点好 这个 这个就是工业 工业的这个经理人的采购指数 现在呢 是过了五 过了五十 这一点呢 是一个 就是 这个是一个 他们认为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当然你要是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 是有 是有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社会融资 社会融资和这个贷款 在过去一到七月份呢 这个社融呢 都是在降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呢 八月份的数据呢 社融呢 是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很多 但是后来呢 他们也慢慢的透露出来了 实际上主要呢 这个社会融资和贷款呢 主要进了国企 就是进了国企 进了那些央企的那些项目 所以呢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 出口 出口呢 就是像现在呢 我们明白的是出口呢 是 是状态 是非常不好 另外一个呢 像这个 像什么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呢 这个抢订单呢 然后这个美国的和欧洲的这个市场 在不断的下降 最近又出现了说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补贴 在欧洲呢 现在进行调查了 进行调查呢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中央台呢 一般讲呢 说是电动车呢 我们现在马上 这个出口呢 这个已经变成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的出口国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这是另外一种观察啊 然后呢 就是RCEP RCEP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李教授走了啊 其实他对这个RCEP应该更 更多的是关注 因为从台湾呢 这个 这个从这个有新南向以后 对这个像东南亚国家的这个 这个进入以后呢 实际上是对整个的 这个亚洲亚太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做了一个很多的这种调整 但是呢 现在呢 另外一个呢 像这个RCEP当中的 这个日韩澳 现在呢 基本的都不从 从中国呢 是在退出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像现在真正的RCEP呢 只有东南亚国家 但是东南亚这个十国呢 实际上呢 都是这个 多数呢 是中低端的产品 利润实际上是非常的薄 中国的出口呢 过去呢 之所以能够有很大的这个收益率呢 实际上呢 是从美国和欧洲 这样的国家 它是高 就是中高单 但是呢 质量会好一些 但利润就非常丰厚 在从这些国家的这个出口 但是最近的一个观察呢 就是这个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出口 最近增长特别快 特别快 现在是翻了1.9倍吧 最近哈 然后呢 对这个中南美洲 非洲 现在呢 这个出口呢 有所增长 但是那个都是呢 是靠压价 靠竞价的这个 这个内卷的这种方式呢 来竞争 所以实际上呢 利润的企业的利润 是非常的薄 另外一个呢 投资呢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呢 投资呢 现在整个的 这个外商呢 是在撤资 尤其是西方国家 这个当然 另外一种撤资的方式呢 是把原来的在长期投资 或者固定资产投资 现在转变成了 这个短期的 或者是金融产品的一些投资 现在进行调整 再加上美国呢 最近呢 又对这个科技 这种产业的投资 进入中国 有了非常明确的限制 最近要出一些新的这个政策 所以这一块呢 会是越来越大的压力 另外从消费 刚才说呢 典型的就是这回的 十一这个和中秋两节 这个这个消费 我们现在呢 都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人数呢 是创新高 但是呢 都是多数是叫穷有 多数是穷有 我们最近正常呢 有一些有一些亲戚 也在在国内的亲戚呢 就告诉我这个情况 实际上呢 多数呢 都是短程的 这回我们看到的呢 都是不是那种 overnight 尽量不在外的住 哎 然后呢 就是花车票钱 花车票钱 所以呢 确实是人数增加了很多 但真正呢 从拉顿消费这一块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业 大家都不用说了 现在呢 实际报出来呢 这个这个16到28周岁的 这段时间的这个 这个年龄组的这个失业率呢 现在呢 这个很多地方研究的结果 都是要超过46% 中国呢 现在已经连续两个月 已经停止在报 这种分阶段 分年龄段的这个失业率了 就是没办法报 他说是技术问题 当然这个外商呢 在撤资 科技发展受限制 这个现在最大的呢 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压力 我们看到的就是房地产 和它相对应的债务 这一块呢 我一直在讲呢 我说房地产呢 现在呢 实际上呢 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是房子在降价的问题 你如果不解决降价的问题 就不可能解决房地产 重新回归 而这个房地产本身呢 它已经就是投资 就是超前了 现在我们有 前一边不是有一个统计数字吗 现在有六亿栋房子 六亿栋房子 不是六亿间 不是六亿一个单元 但是六亿栋房子 那你想要住多少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它已经超值了 已经超建了 所以呢肯定是要回归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它还在降价 你怎么可能恢复 怎么可能恢复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呢 解决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呢 是像现在把原来的限购啊 现在几乎都取消了 几乎都取消了限购的措施 然后现在是降息啊 然后现在是来发补贴啊 抽奖 有的地方呢 抽奖呢 说抽完了以后 可以最后最高奖励一套房呢 是50万 奖励到50万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是一个应该说 李强的现在在做的是 一个完成不了的一个任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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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这个问题 那跟它相对应的 实际上就是这个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呢 我说你现在呢 不是说那么债务开始 这个系统性的 这个银行系统性的 这个溃败 其实不是 这已经早就开始了 已经早就开始了 两年前 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现在呢 是多米诺骨牌呢 是在一个一个的 接着在 不断的在倒 不断的在倒 而且呢 以后的速度呢 会是加速度 一定是加速度的 然后再加上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 变成了债务陷阱了 而且呢 现在这个债务陷阱呢 是回过头来 反过来 反噬中国的经济 因为你的 你的这些投资 全都给焊在那了 全都焊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在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收回 你原来想把那个地方呢 比如像什么班达港啊 什么这些地方呢 最后呢 就变成了我们 这个中国的 这个长期的租赁地 像香港一样 但实际上呢 现在已经被当地的 这个老百姓呢 现在有极大的这种反反噬 极大的这种反抗 所以现在这些呢 都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坏账 所以这一块呢 都会对中国经济呢 不仅是没有正面作用 反而呢 是起到了一个负面的作用 所以呢 那现在呢 说中国呢 一直在讲 中国政府一直在讲 说这个问题呢 现在呢 在逐渐得到解决 但是呢 我就想 我就想 作为一个中国经济的一个观察者 或者研究者呢 我就想提几个问题 如果一个经济呢 说你找到了 像李强现在 已经做了多半年了 是吧 如果真能找到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的话 他现在呢 这个有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得到了解决 第一个哈 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 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改善 这一点呢 不是说你这营商环境 是靠习近平或者李强 出来讲 说我原来就是 从发达地区过来的 所以我跟民营经济 这个关系特别好 然后呢 我就是最愿意去帮助民营经济的 光说这些话 是不是就起作用 这明显是不会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保护企业家积极性的 这所需要的这个法治 就这个环境健全了没有 是吧 是靠你说几句话 还是说你真正有这套 系统化的这套法治 这套 这套不是按人质的这种状况 来管理这个国家的 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吗 你老说这个消费不振 对吧 消费不振 最后我没有钱 没有钱的情况下 我怎么能够提振消费 对吧 你要让那个六亿到八亿的 月收入不到一千块 现在可能又降了很多 那这些人 最后怎么能够拿出来消费 对吧 所以我们要问 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吗 对吧 提高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就是现在是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 改收支状况 改善了吗 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公务员开始减薪 降薪 而且呢 现在开始欠发工资了 很多的地方欠个两年多 然后甚至很多 这个公务员最后呢 去到这个政府民间呢 去讨薪 就还被镇压 还被他们自己给镇压了 对吧 所以像这些问题呢 是越来越多 但是改善了吗 你有办法改善吗 然后就是国际环境改善了吗 对吧 我们现在派的都是这个战狼 对吧 这个国际环境改善了吗 那这些答案 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 全是否定的 全是否定的 所以对未来呀 是普遍不看好 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呢 是普遍持负面的认识 我最近来了很多的 这个国内 因为放开了嘛 可以出来了 来的朋友我就问 其中几句 几个问题 其中一条 我就说 大家对习近平的认识是什么 大家说周围的朋友们 只见人家不敢说嘛 但是周围的朋友们 大家在传的时候 普遍 普遍不好 普遍不好 普遍是负面的 所以那在这样的 一个大前提下 那对中国的信心 从哪来 没有 对吧 完全是没有 那所以从现在 这些角度看呢 中国目前的政府 可能不可能 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明白着是不可能的 李强 他接了一个 完成不了的一个活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要问了 我说那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那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肯定是有 我呢提了几条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提意见 一个呢 是中国经济问题 最终 所有的经济问题 最终都 都跑到了政治上 全都是要政治 中国的经济问题 全变成了政治问题 像现在 提振信心 需要建立的是 社会的这个 法治的一个社会 像外商啊 外的投资啊 消费啊 这些呢 其实呢 都是要建立一套 法治社会 然后呢 要把这个权力 关进笼子 实现 现实呢 是呢 这个权力呢 越来越集中了 现在的权力 中国的权力 越来越集中了 越来越不受约束 与法治建设呢 完全是背道而驰 所以呢 我说 现在的这种做法呢 就是圆蒙求鱼 解决的办法呢 就是一条 就是习近平得下台 或者 至少要认错 然后呢 要下这个罪己证 你要下罪己证 你得承认你自己错了 你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呢 是解决中国 现在的一个 这个大家提振信心的 一个非常 重要的 我是给共产党提的招 这是给共产党提的招 他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还有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至少这个共产党 还有可能 有希望 当然 中共呢 再来一次改革开放 那具体呢 做起来呢 后续呢 可能再做呢 有几条啊 一呢 是一切呢 要以民生为中心 凡事有利于改善民生的 增强老百姓收入的就做 像这一点呢 这个美国 和中国呢 这个做法呢 有很大的区别 在疫情来的时候啊 美国也受到了 同样的这个 这个 打击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直接发钱 直接给低收入者 他评估了以后 按照 过去的 报税的情况 直接给低收入者呢 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活着好 你得能活下来 你不能最后饿死 所以直接发钱 但中国呢 做的是怎么做呢 中国是发消费券 说你要消费了50块钱 消费了49块钱 我给你55块钱的 这个消费券 你呢实际上可以买55块钱的东西 你实际上要掏49块钱 或者呢 你要掏应该是70多块钱的时候 你可以买走100多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事先你要掏那个小的那部分 然后吸引出来更多的消费 提振经济 所以呢 各级政府的官员呢 都想尽一切办法 想的都是这些招 包括呢 说如何通过补贴的办法呢 来促进消费 刚才我们说了 卖房子 卖车 都是这种办法 而且呢 很多经济学者呢 也站出来给政府背书 就是说呢 用这种办法呢 可以提振经济 你就想啊 这两个里头的区别啊 这两个做法的区别 其实呢 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 像美国这边的 这个经济学者 从来不说这种话 为什么 他得要解决的 我为什么要花钱 为什么要发钱 直接发cash 就是因为要解决 老百姓的生存问题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经济学者 御用经济学者啊 他的思路呢 是什么 我要 发钱 是为了解决消费的问题 为了解决GDP 为谁解决 为皇上解决 不是给老百姓解决 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 现在在中国 具体做经济操作的人 基本上是我刚才说 御用协准 那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呢 不会有好的结果 一定是在这儿 哎 另外一个呢 我说呢 这个 第二一招呢 就是要停止这个运动式的促销 促出口 促经济发展的做法 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是书记啊 各级政府的书记 亲自抓消费 亲自抓消费 大家都出来保证 说我明年我要提振多少多少消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字呢 跟官提升 直接联系在一起 现在中国这个提振消费 已经变成运动式的 所以才会出现 我刚才讲的 前面都讲的一个 他用过通过 把它所有的 还仅剩的一点 这个财政的事 一点结余 最后都要用出来 用出来是什么 引蛇出洞 要引你 现在将近四百万亿的 这个存款 现在中国有这个 这么大一片存款 所以呢 大家都说 如果拿出四分之一来 中国的经济就提振了 对吧 确实啊 他们老是这种意想天开的 说拿出四分之一来 就是一百万亿啊 一百万亿可不是中国就提振了吗 中国的一年的GDP 去年才一百一十七万亿 对吧 有这么多钱拿出来买东西 投资股票 我说你这就做梦呢 习近平呢 一直在做这个中国梦 所以呢 我说叫 一定要改变这种 叫运动式的 这样的做法 政府的工作 就是建立法治社会 完善法治基础上的 营商环境和 这个民生环境 原则 就是还是要回到 这个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就是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 中国老百姓 有的是赚钱的办法 第三一个呢 机构改革 要把这些裁员 大量的裁员 你现在财政就有钱了 逐渐走上民选 逐渐走上民选 民选很重要 如果真的敢于走向民选的时候 那时候就省钱了 作为政府 为什么 因为你就彻底的 就取消了 那个维稳机构和经费 你就不用那么多的 几百万人去做维稳 这得花多少钱呢 警察系统就单纯的 就变成维护治安 社会治安了 抓小偷啊 对吧 你就是变成这样了 那个时候啊 也就没有这个 保卫政治安全的责任 大量的经费就节约了 节约的经费用到哪 用到民生啊 用到民生啊 然后呢 第四一条 停止武统台湾的这个战略 就别再去想去 去武统台湾了 对吧 然后停止 改变这个战狼的 这个外交策略 将大量的资金啊 你现在这个 这个每年啊 现在是几万亿啊 应该是四万多亿 人民币的这个 这个军费的开支 然后呢 再加上中国的军费呢 还有很多呢 都是在灰色的 因为它是军民共建的 所以呢 很多都是灰色 都不算到那里头 即使这样 也是几万亿的 这个要去武统台湾的这个钱 然后战狼外交也是一大堆 对吧 把这些大量资金用于哪 用于民生 然后用于养老服务 用于这个脱幼服务 所以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啊 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就有希望了 中国的这个经济又回来了 但是呢 从目前看啊 我看呢 叫习近平几乎不会这么干 中国的经济呢 在中共目前的路线政策下呢 基本上没有救 所以我老说呢 最后是江山带有财人出 那可能最后就是 应到了刚才前几位的这个发言 发言者的意见 那中国呢 需要政治上的变革 只有这样 中国才有希望 谢谢大家